今天离港进行海试的是中国的首艘用于科研训练的航母平台 这个形成战斗力的时间关键是在人的训练上 舰载机飞行员的培训一个周期从零到新飞行员出炉 大概是要三年的时间 然后他自己要在舰上还要进行训练 然后放飞放单飞 这可能是还要大概要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说大概要四年的时间 除了单一气象和另外复杂气象下的着舰飞行外 夜航是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的难点科目 对于指挥人员来说 飞机在整个甲板的运行规律 整个团队的运行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需要长时间的磨合 另外你航母能够起飞了 还有周边鼠舰的跟你的配合 比如说要演习防空 要演习反潜 要演习对陆攻击和对海攻击的时候 其他鼠舰的作用等等这些 另外还有这个信息的互相交流 像这些类似的问题要完全形成一个编队 从法国的经验来说 大概需要十年时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